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空 上次推荐的是新翻的仪女动漫 这次要来推荐一部已经过了几年 但是在许多仪女心中仍然保有口碑的作品 诗意证 Amnesia 从名称就能感受出这部作品与其他仪女动漫不同的风格跟设计 如果有看过这部作品就能感受到它和大多数的动漫比起来 有着更高的完整度 这种差别大概就像是一般书局跟成品书局的差别吧 不是说不好 但是当有一样商品 它是经过时间的熬煮 用心的包装 然后小心翼翼的被端上来时 你是可以很清楚的分出两种的差异的 但是各有各的美啦 回到现实 这部作品在成为一部质量很高的动画前 我们必须理解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精致的前身 也就是仪女游戏 失忆症Amnesia游戏发行在2011年的8月 接着很快就因为新颖的题材加上充满魅力的角色 所以有许多超乎意料的反转情节 很快就受到好评 所以他们在2012年3月的时候又推出了Amnesia Later 隔年4月18又贩售续片Amnesia Crowd 再隔一年5月22又有了Amnesia World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2014 1月开始放送了失忆症的动画作品 动画之所以会相较其他作品更有吸引力 故事有完整的逻辑性跟合理的发展顺序都要归功了 是女主角在一觉醒来后 失去了记忆 根据不同路线 他会在不同场合和登场的男主角们有着不一样的关系 而他的任务就是要和只有自己看得见的精灵一起寻找记忆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发现 很多人想问Amnesia除了本传之外后来推出的Later Crowd World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Later比较像是一个故事的后续外加跟本篇完全不冲突的番外篇 Crowd就是主线游戏 还有后续的后续发展 World就像是小游戏 书压的那种感觉 总之 许多玩家都强烈建议 如果大家有意要玩游戏 就绝对不要先看动漫 因为会躺着被大爆雷哦 看过动漫的话呢 一定要再玩游戏 才能更了解这个故事架空的情节 还有细节 最后呢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下 虽然施依正的整部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浪漫情节的玩家去品尝这部作品 如果是不喜欢太严肃 或不喜欢用太多脑浆的玩家 你可能要多看几次 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设定 跟发生了什么事 网络上有许多超强的大神的文章 可以去爬 大家有兴趣喜欢被爆雷的 就赶快去吧 我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那么大家拜拜咯